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了车以后到了学校我发现见到好几个同修 然后我还看到一张纸 那张纸上的名字我都不认识 但是纸上有写什么什么人做什么什么 基本上都是投人 但是有一个好像是投了牛 然后当年我都不认识的 后来我发现那些人都在排队 同修们也在排队 那这些人是不是他们打赏的孩子都要去投胎了呀 后来我问了这几个同修他们都有打赏都在超度 对啊 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那好吧 那个稍等师傅 我把电话给其他同修 我们现在在外面红法呢 感恩师傅 师傅非常感恩您 您好好保重身体 感恩菩萨 好等一下 师傅您好 您好 帮同修问两个问题 小学问他们小孩子也轻微的自闭症 这没有师傅看出那个情况下如何帮小孩做功课呢 自闭症一般的给孩子多念 比方说这个心经啊 解节奏啊 都很重要 解节奏解决那个自闭症是一个非常好的咒语 嗯 好的 好的 行 那礼佛要念吗 帮他 礼佛最好也要念 至少一遍到三遍吧 嗯 好的 好的 行 还有感恩师傅 师傅同修有闷到去另外一个同修家里 看到一个男孩子 两三岁 然后说那个男孩子左眼视力已经不行看不到 只剩一个眼睛可以看了 嗯 然后同修还跟他讲 他说你明天去红法吧 然后这个小孩眼睛就好了 现在师傅看没有这个孩子啊 没有这个孩子啊 就是打财的孩子啊 就是打财的孩子啊 就是打财的孩子在他身上负责啊 哦 好的呢 师傅 你去看他好了 他自己马上过两天那个眼睛就不舒服了 哦 好的 好的 那师傅他有时间多少小孩子啊 一般的像这种嘛 三十六张啦 都可以啊 哦 好的行 好 感恩师傅 呃 呃 还有 呃 师傅就是有个同修 他闷到自己肺上要打几个洞 然后呢 他在闷中想 因为他那个胸部已经开过刀了 然后他说那个肺部也要打洞了 麻烦师傅解梦 现实当中还是做梦啊 做梦 但他现实当中我胸部是已经开过刀的 啊 那要当心了 可能会复发啊 嗯 嗯 哦 那他相对这个梦 他应该怎么念经 要放生吗 像这种主要是许愿 哦 好的 好的 那许多少小房子比较合适啊师傅 不是许这种愿 要许大愿不能犯戒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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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肺部上有有洞的话 实际上就是接触人的环境当中 照了很多不应该讲的话了 啊 好的 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了就是这样 啊 好的 好 感谢师傅看事啊 还有师傅同修有闷到他那个 就是他闷到他很多打不开的门都打开了 然后他有一间卫生间的门也打开了 现实动这个门确实打不开 然后闷中打开以后看到那个马桶很脏 然后马桶有点碎了他又把它关起来了 马桶师傅解闷 这很简单了 一般的来讲 如果有很多门的话是好事情 但是卫生间的门打开 那就是说把他的一些排泄的排泄物啊 和这种空气啊不好的臭气啊 把它排泄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他在消业障呀 哦 感受 因为同修最近一直在闷上 一直在网上发那个操号里面 发师傅的佛言佛言 这个很厉害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个最厉害 你能够借用平台发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这是最最 让更多人知道 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了 学了 你就有功德 一定有功德 好 感恩师傅 最近好几个同学在网上 晚上他们被闷到宵夜的闷了 对啊 对啊 嗯嗯 好的 师傅 感恩师傅 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啊 师傅大家的师傅 师傅 我们也幸福拜年了 今天师傅元夏季快乐 师傅元夏季快乐 师傅元夏季快乐 师傅新年快乐 啊 再见再见 再见 拜拜 感恩师傅 拜拜 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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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乖啊 这孩子很乖啊 嗯 你好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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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好 喂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请讲 哎 师傅 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哎 第一个是孟师傅 嗯 同修求观世音菩萨 点花自己念的小房子 这样怎么样 哎 梦见有很多点好红点的小房子 但上面两张是粉红色的纸张 请问师傅这梦什么意思 嗯 再讲一遍对不起 啊 就是同修呀 请观世音菩萨点花他自己念的小房子 这样怎么样 然后梦见呢 有那个很多小房子是点好红点的 但是上面的两张是粉红色的 哦 粉红色的是吧 嗯 嗯 那没问题的 那没问题的 念了大概 念了 念了这个这个不是有几遍 不是太好吧 就是应该 比较淡的 哦 就是没有认真啊 好的师傅 嗯 下一个是现实中的问题 师傅 同修家房子旁边有棵很大的树 树枝把他家半间房子遮住了 他担心树枝会压坏房子上的瓦 房子会漏水 他评论可以把这些树枝削掉吗 做梦啊 不是 现实中的 就是树啊 现实中的 如果在澳大利亚的话 在澳大利亚你据树都要跟那个 跟那个市政府要去申请的 不能随便据的 他但是但是要如果是在在在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如果是如理如法的话 你也得念往生走 明白吗 呃 他就是说政府 然后接着 政府如果 就算政府同意的话 你据那个 说数字的话 也也得念往生走 要跟菩萨讲的 呃 呃 那么如果是身体同意的话 念几遍合适呢 一般的话 像这种 还是念小房子比较好 往生都可以念一百零八遍 嗯 小房子念个七章就可以了 呃 就是给家里的要经者是吧 师父 嗯 好的好的 啊下一个是孟师父 就是同修呀 请别人帮他放身后孟的 你你记住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他看见有个人在河里面放一颗颗的糖 他就问 你们怎么放糖呀 那不是把河水污染了吗 那请问这个梦和他找别人带放身有关系吗 有点关系 嗯 把河水污染了实际上就是 可能他放的身还是有点不如理不如法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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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人帮他带放中放的不好是吧师父 不是 应该不是太好 但是也不能说不好 因为放糖的话 糖因为在梦中显化的是一种幸福啊甜蜜啊 所以应该说放生还是成功的 只是说在放生的方法当中还不够如理如法 哎 那么实际上他就是能够学习到正法 中善奉行这个人就是正的 听得懂了吗 诸而不做 诸而莫做 诸而莫做 就是一个正法 好了 嗯 好 好师父 下一个是梦 彭霄梦见有人说 他是地藏王菩萨身边的人 让他和地藏王菩萨重新许愿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是让他许愿 让他对着地藏王菩萨重新许愿 不是地藏王菩萨跟他一起重新许愿 明白了吗 哦 嗯 那师父他已经学咱们法门 比如说取过很多样了 那他现在该怎么做呢 一样啊 什么法门 都是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跟地藏 观世音菩萨跟哪位菩萨不好啊 哪位菩萨不尊敬观世音菩萨 就是说叫他要学地藏王菩萨的 地狱不空师不成佛 说明他现在修行多多散散的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 还不够坚定 听得懂了吗 哦 那他还用不用在佛台前面 跟观世音菩萨说求地藏王菩萨 怎么怎么样 还用这样说 他自己跟菩萨许愿就好了 我看你脑子不开窍啊 听不懂啊 我今天不知道他是不是没有共 教他学的是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听不懂啊 懂啊师傅 喂 对不起师傅 学了这么长时间要开悟的 小丫头 喂 男医师傅能听得见吗 嗯 好了讲啊 啊啊对不起师傅 听不听啊对不起师傅 下一个是现实 同宵请问 如果是属龙的 白天出生和晚上出生有什么差别 差别在季节方面有什么说法 当然有说法的 白天天龙呀 晚上如果晚上出生的话地龙呀 就是一个天神一个是地神听不懂啊 我看你一点都不开悟文啊 这都搞不清楚 对不起师傅 他们在季节方面有什么说法 没有什么季节没有说法 白天跟晚上有说法 好了 好的师傅 对不起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 同宵是 他是一个梦 他正在求一件事情 他就梦见 在完整的铁轨旁边 出来一段新造的几米长铁轨 他问这件事是 浴室成功还是浴室不成功呢 没听清楚 就是同宵正在求一件事情 他就梦见呀 在完整的一个铁路的铁轨旁边 旁边就出来了一段新造的几米长铁轨 他问是预设事情成功还是不成功 新造的铁路铁轨就是有可能要重新要找一个 不一定成功的 因为新的就是找到新的方向 好的师傅 师傅 下一个问题是现实中的问题 同宵他想买的房子是正对着小区的大门的 他们这样的房子封死有没有问题 没关系的 小区的那种大门都是 战兮性的 不是属于真正的一个大门 真正的大门是边上两边都封死的 那叫大门 小区的大门就是围墙边上呀 就不高的 嗯 好了 好的师傅 师傅下一个是一个梦 同宵梦到已经过世的父亲又要去世了 正在大家帮忙给他准备后世的时候 父亲又坐起来活了 然后同宵又和爸爸高高高兴兴的在一起 他请问这是他父亲要投胎了 还是说已经投胎了 还用不用念小房子 还没投胎 准备要投胎了 嗯 还继续念是吧师傅 嗯大概要念二十九章到三十三章啊 哎好的好的师傅 师傅下一个还是个梦 有同宵梦见 观世音菩萨带他去地府 让判官把他的罪业都化掉 然后判官呢用毛笔沾着墨水 找到同宵名字下面记录的罪业 然后化掉了 同宵说他一直在探悔 往事诽谤佛法不尊师重道意念不尊重 和别人的冤结 他说这些罪业是经过大菩萨同意才被化掉的 他现在请问 第一可不可以再不用忏悔上面这些罪业了 这些罪业是已经忏悔干净了吗 应该是啊 但是你不知道到底干净不干净 至少是说观世音菩萨已经帮他消掉这么大的业了 这个人应该是开心得不得了了 那师傅他以后念礼伯还用针对这些上面的这些罪业在单独忏悔吗 用不着了用不着了他可以他可以忏悔心业了 嗯 好的好的师傅 他请问第二个是说 如果化掉以后这些罪业是彻底消失了 还是说只有痕迹在了 只有痕迹在了 好的师傅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就知道了 你在手机上把一个信息delay掉了 去掉了 嗯 我问你在这个手机中心里面还有没有痕迹啊 去手机上是看不出来了 手机上看不出在他这个 在这个信信信信中心里面还是储存着的呀 听不懂啊 嗯 好了 没错嗯 懂了师傅 啊师傅第三个他们 如果他之前哈欠欠这些亲戚朋友们的 他们之间呃就是诽谤佛法 他觉得他是欠他们的 他说如果这些亲戚朋友现在学过以后 不诽谤了 那么是不是就是不欠那些人的了 听不懂你的意思 哦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呀 因为别人诽谤他阻碍他学佛 是因为他欠那些亲戚朋友的 他说如果现在这些亲戚朋友呢 现在也学佛念经了 他是不是就把债还清住了 就等于不骗他们的吧 他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事实上 任何阻碍心灵法门 或者阻碍学佛的人 我告诉你这些人本身都有业障的 而且他们是在造新业 并不是说他欠他的 你说他欠他的只是他圆容的包容心 听得懂吗 懂了师傅 师傅下面一个还是梦 同学梦到 师傅您问他一个问题 您问他说观世音菩萨的口碑是什么 他讲了好久回答不上来 请师傅解梦 观世音的口碑是什么 有求必应啊 救苦救难啊 为什么叫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了 这还不口碑啊 那师傅您梦里问他 他回答不上来 就是说他这方面做的不到位 对啊他学观世音菩萨没有学到真谛啊 懂了师傅 师傅下面一个 同修求菩萨验证小房子质量后梦见 说深秋了落了一地的黄叶 他请问这个小房子质量怎么样 你说呢 我说不怎么样 好了 小房子念的都深秋了 小房子念的烧下去应该是春天来了 嗯 好了 好的师傅 师傅下一个是同修啊 他说他以前就梦见他和先生在古代应该感情下的问题 他先生之前把一把剑插进了他的后背里面 然后现实中呢 昨天他先生因为小事误会了他 一拳打在他的青窝上 当时这个同修就倒在地上人整个就蒙了 他好久才反过神来 但是他先生呢 认为他是在装在演戏 这个同修呢 他就很害怕他死在先生手上 请问师傅 就是他印掉了梦中那个大劫 还是说以后真的他 先生会跟他发生命案 不会了 印掉了这个命案了 嗯 哦 那太好了 讲了师傅 所以很多女 所以很多女士跟师傅讲 对不对啊 跟我讲 我不要结婚了 我结婚我就烦恼啊 不结婚都蛮好的 我看人家不结婚都很开心 结了婚了个个烦恼 所以像这种事情你就知道了 没有冤结怎么会结婚呢 没有冤结怎么会走在一起啊 有善缘有恶缘 对啊 善缘里边就有恶缘 恶缘里边有善缘 你还不清 你就得待在一起 听不懂啊 嗯 感恩师傅 师傅下面是有个同修反馈 他说 2017年呀 师傅您说他坏的不得了了 师傅您说 你要什么坏事都敢做 您就让他好好忏悔 他呢 就许愿了三千遍礼佛 其中是 忏悔橘子脸才一千遍 打开流产一千遍 以前做过的坏事一千遍 然后他就每天十二遍 这么先十面 头几个金星啊 师兄帮他打通师傅图腾 师傅说他莲花是白色的 没有做错什么大事情 他就跟师傅 反对说感恩师傅 说礼佛特别好 他现在请问 说这个许愿这么多 变得礼佛是个案呢 还是说可以推广 大家能不能都这么许愿 都这么念 可以的 可以的 好的师傅 今天就问他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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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主要这个电话有点时差 喂 你好 喂 你好 师傅你好 第一次给师傅拜年了 谢谢 拜拜个晚年 因为前面一直没打通 媳妇电话 谢谢 然后今天那个 弟子替同学问一个梦境 请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 梦中回到医院工作 忽然来了个紧急手术 还是个重大的心脏手术 我说我好久没做了 怕做不好 女医生说没事 没等我准备好就切开了皮肤层 只出了一点点血 到肌肉层需要打开肋骨石 女医生说她没事了 只需要我手伸进去测一下心跳 我说测心跳为什么要伸进去呀 外面就可以测啦 正犹豫中 病人变成一个健康的人抱着我说她好了 之后她一定要跟着我 我就问她你属什么的 她说属狗的 我说怪不得呢 冤结来了 师傅看过图腾说 做梦人下段感情适合属狗的人 请师傅慈悲开示 哈哈哈哈 你是一个医生吗 呃 不是个医生 这个是同修的梦境 她说 她是医生吗 她不是医生 梦中有一个女医生 明白了 她是护士 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很简单了 她是护士 她肯定有一个冤结到她身边了 真的吗 跟她谈恋爱了 喜欢上她了 麻烦了 就是现在就有一个大冤结 对了 就是要念姐节奏 每天四十九遍够吗 对啊 因为师傅说 看过图腾说 她下段感情是一个和属狗的人 你看 不会错的 嗯 好的好的 感恩 感恩师傅 然后 什么 怎么化解师傅 要念什么小房子 怎么化解啊 化解人就好好化了 化解一般们姐节奏呀 好的好的 对不起啊师傅 因为我们今天 嗯 在外面红发 然后那个环境有点吵 如果有 说的不好的地方 请师傅辞得原谅 嗯 然后 然后师傅 我给下个同修问一个梦的就好 感恩师傅 嗯 师傅师傅好 我刚才对不起 我刚才有一个梦忘记问了 那个就是昨天有个同修 他梦见我了 他说那个 在放生的时候 他去 他去放生 然后可能是 就是不知道什么一个 什么机构就是组织放生 然后那个放生 收钱的人 给了我一千多块钱 有声有灵的 这什么意思啊 给你一千多块钱 你拿了不了 我不知道 他就说人家给了我钱 你让人帮人家背了 我又不帮背了 好吧 那是帮我 帮助放生的人背了吗 应该是的 行 那行 那我今天找房子就好了 好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再见 拜拜 喂 你好 你好 喂 你好师傅 弟子给收请安 然后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请师傅解梦 就是同修梦见 好像自己买了一栋房子 房子外面是特别漂亮的盒 天蓝色的特别清澈 旁边是绿油油的一排排树 特别漂亮 嗯 请师傅解梦 好事情啊 这还不懂啊 小房子念出国出来了呀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还请师傅解梦 就是有一位同修 他梦到坐在电脑旁边 然后电脑显示 第十一关已经过了 现在是第二 现在是十二关了 然后做梦的同修觉得很累 像个小孩子一样 想找个妈妈的肩膀靠一靠 请师傅解梦 要当心啊 这孩子在一节一节的在过节啊 哪一天过不了这个节 可能就麻烦 叫他要不停的靠在观世音菩萨身上啊 要好他求观世音菩萨 嗯 好的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想问 在一起住的同修 烧小房子可以都在佛台前烧吗 设佛台的同修会悲业吗 一起住的什么 一起住的同修 然后在佛台面前烧小房子 可以吗 就是设佛台的同修会不会悲业 应该不会吧 只要跟葡萨讲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师傅 恩 同修正在求一件事情 梦到给了一位师兄三百块钱 让他去买蛋糕给大家吃 还梦到很多点心 请问师傅他求的这件事情顺利吗 顺利啊 蛋糕点心就是 就完全是高高兴兴啊 这太好了 肯定求的顺利的 嗯好的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同修的同修 他睡前问菩萨 老家的门面房能否卖到二百二十九万 嗯这个价格也是之前梦到过的 然后梦见一个阿姨问他房子具体的情况 他边介绍房子边往厕所走 看到厕所到处都是大便很恶心 请问师傅这个梦阿姨是房子的要紧者吗 应该是的 他阿姨过世了 嗯 他做梦做到阿姨是吧 嗯做梦梦到阿姨 阿姨过世了不了 嗯这里面没有讲 没讲嘛就 你就跟他讲过世嘛肯定是的 不过世的话嘛 肯定家里有灵性啊 嗯他已经送了二十一张 然后又学了十七张还没有念完 他他想请问师傅还需要怎么做 才能够顺利的卖出去 房子里有灵性 卖不出去的 嗯要不停烧小房子 烧到卖出去为止 嗯好的感恩师傅 还有一位 嗯同修 一位男同修梦见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 房屋空荡荡很大 很小的一个佛台 放在这个屋子的中央 同修看见他的老婆 也是同修在拜佛 里面有七八个认识的同修也在 这个男同修梦里感觉这是观音堂 但是这个观音堂环境不好 不亮 请师傅解梦 不亮 没关系 只要经常磕头 新灯把佛堂可以点亮 好了 好的 感恩师傅 他说不行 他说不行 别把佛台换地方 现实中佛台是设在连地基的阳台上 边上是他和先生的主卧 他俩没有夫妻之事 请问这梦是什么意思 前面什么我没听清楚 同修 同修他梦见佛台是设在卫生间的后面 不干净 佛台放在阳台上这个地方不干净 切山水画 感恩师傅 同修梦见在老家和很多人开会 其中有自己过世的公公婆婆 接着不知被谁碰了一下 他就跌下山渊 下面有千百人 很多穿黑衣服的 其中一群黑衣人追他姐姐的儿子 他跑进了一个小屋子里 同修梦里知道那是自己的屋子 接着又看到一群黑衣人在打他的姐姐 有一个人还要来剪同修的头发 同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人说要做个标记 然后头发就被剪了 现实中同修是刚拜的诗 姐姐不信佛是农村里的医生 帮人接生过孩子 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帮他姐姐备业了掉下去了 啊 同修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啊赶快念经了 开玩笑了 跌到深渊里了 我告诉你像真的一样 像这种梦以后死了吗 就是身体没了吗 就是脑子里就永远这种像梦境般的 梦幻般就是灵魂世界呀 灵体世界呀 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没有梦境了 师傅您开述我两句吧 感恩师傅 坚持学佛 眼睛不要放电 好好地修正自己的心态 正信正念 要记住了 要记住了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 就是要正 啊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因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听不懂啊 能听得懂 好了 嗯 感恩师傅 嗯 再见 感恩师傅再见 嗯 嗯 嗯 喂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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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吗 师傅 听得到讲吧 够想了 哎呀 师傅把你的电话打得好辛苦哦 啊 嗯 讲吧 你好师傅 新年快乐 弟子给你请安 谢谢 嗯 啊今天不开始了 师傅 对 你讲吧 你有问题可以问我 我看着回答你好吗 嗯 就是我想知道 我因为我是心同修啊 我就是我我我 这个佛台呀又没有 就是那个没见莲花呀那些呀 我就很很很很 很担心 就就想做菩萨 想知道菩萨有没有来过 那么那么香有没有打卷了 呃 以前的时候打过卷 我不知道是不是香的问题 就是每次装都卷 后来就是我 香用完了 再去请香回来的时候 就没卷 是棒香还是一般的香啊 不是光 不是棒的吧 不是棒头的吧 呃 不是不是 这边就是因为我是香港同修嘛 然后呃 我就想知道我立小房子的质量好不好 还好 还好啊 蛮好的呀 菩萨来过的呀 我帮你 我立的小子 我帮你看了 菩萨来过的 看哪 啊来过的呀 嗯 哦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师父啊 就是说 我在菩萨灭情许愿啊 就是说我之前有许愿 就是说 我说 我要是能打通师父的屠臣电话的话 我就把我度的那三个人的功德拿出来 把这个屠臣电话嘛 但是一次这个屠臣电话没有打通 那么就是这个我许愿的这个功德用了没有 没有用 没打通就没用了 哦 我现在帮你 就是还存在的 还存在我现在帮你刚刚看了呀 菩萨来的呀 你就是说在家里不要发脾气 你发脾气菩萨就走了 哦对对对对对 哎呀我修的不好啊师父 经常发脾气不好啊 听不懂啊 哦我很多烦恼事情啊 我修了八个月了师父 我一天可以念六张小房子 但是你想想看你这个质量会不会好了 因为你很烦恼的时间念小房子 当然质量不如安静的时候念小房子好啊 哦我改师父 我一定跟着师父好好的修 那师父可不可以跟我感应一下 我在菩萨面前许的愿菩萨收到没有 收到了 你 哦感恩师父 我一定会跟着师父好好修 你好好修啊 你身上有灵性啊 你在你的 你的妇科肚子都不好啊 今天稍微跟你讲两句 好吧 哦哦哦 要改呀 对对对 我以前 跟你说 我改我改 我以前走路上不了楼梯 我现在可以上楼梯了 师父 就是念经啊 菩萨保佑呀 好好修啊 听得懂吗 哦哦哦 哦 我还想想想请问师父啊 我就是老是梦到就是去世的人和没有去世的人 嗯 嗯 然后经常家里来客人这样子 家里来客人不认识的就是灵性 去世的人梦见你就得烧小房子他们来看你 你一定不顺利 哦 听得懂吗 哦哦哦 有哦哦哦有 嗯 嗯 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的钱寄出去了 就是一直就是收不回来啊 就是心里很烦躁 我现在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 那么我就想知道师父可不可以跟我感应一下我还要念多少张化解月节的小房子啊 你记住了你钱给人家出去你实际上就是一个是还债还有一个你就是太贪了 听得懂吗想拿小钱换大钱 哦我我我 没有因为他他就是借了高利贷我就说你高利贷你的利息太厉害了 我说你现在不行了我借给你你把你把钢利贷还了你你赚到钱你我说你就把我都还给我我不收你一份好处这样子帮他的 哦那你跟菩萨求吧应该求得到的不要招 哦然后这个数目还还不小啊你可以念的呀念了以后会回来的呀这个不要担心的 哦哎呀感恩师父我刚刚学了三天的时候师父来我梦里面跟我看过铺腾了 啊知道吗就好了啊好吧师父笑笑就走了然后我修了师父来三次以后师父就不来了 然后我就很伤心了看师父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我就哭啊我说我做的不好啊我说我慢慢改因为我很多坏毛病 对了我就一日求啊一日求然后我每天给师父那三边大背秀 啊你要记住了师父不常来说明你修的不好你修的好我就会常来看你的听得懂吗 每个人师父师父的法生救人很厉害的明白吗 哦我我一定改师父我一定改一定改身上坏毛病一定跟着师父好好修 然后还请师父我昨天晚上就梦到我找了两份工作还很好也可以就是说 呃说的是在我小孩子学校旁边啊就是我中小孩子去了以后就上班 下班以后就接小孩子这个时间很好两份工作都很好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你就会有好事情来临了呀 哦 呃因为我找师父我找了五年才找到师父啊 其实我我在香港师父来香港很多次但是没有缘分了我去修其他法门了 啊好好地跟着师父修一定会好起来的越来越好的 你记住了任何任何人说他自己怎么怎么你跟着他修你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法生的 他如果法生能够到你梦里来这个人有点本事的听得懂了吗 哦哦以前以前就是听讲过就是说听听讲了一下然后我也是就是想找个好法门修的时候那个人不怎么认识他 他就说了一句他就看我脸色不好他说你你找炉台上把电话到澳洲找炉台上 我又不知道电话我我一次就找这个炉台上我找了差不多五年了师父 嗯好好修吧好吗 找了差不多五年然后这这些年我过得很苦师父 对啊那又是你学不到葡萄学不到婆吗当然过得很苦了 明白了吗 哦我现在现在找到师父一定好好修 嗯好好修吧我我还想请问师父啊我我还有一个烦恼事情呢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啊已经拖劳很多年了 啊就是就是投资在大陆的一个房子啊整栋整栋楼啊就是一个很多楼啊就是现在 因为是那种就是唯一属于唯禁的那种啊啊 人家现在不还钱给我 你要好好念经呢没办法一点点来吧 明白吗 哦那就是33岁的时候那个劫难的时候就是呃 你时候出去的钱我再念经还有机会回来吗 有事有的有事有应该是有机会的哦 哦我就画就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是吧师父 哦对对对对 哦那我现在身上的药精子还要念多少小房子啊 继续念吧好好念吧好吧 现在今天师父不帮你看图腾就是你自己好好念 嗯 哦感恩师父能打通师父的电话师父都能加持我是吧 一定的百分之一百的你放心好了 嗯 哦感恩师父因为我一个人带两个小孩子啊 就是小的那个才两岁啊 哎呀你知道你这个人来还债命 好了 哎呀对了对了师父我就是我我谁一说没勤吃饭怎么样 我自己不吃我就给人家了 然后我我就给人 我后来不讨好我嗯 好了不要再去讲了 对对对我我是来还债的还债的呀 我告诉你 什么叫什么叫吃力讨好不讨好的全是还债的 好了 哦 哦 师父我还有一个梦麻烦你 好好好还有一个梦我梦到你开法会呀梦到你开法会 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在你里就是讲一些不好的话嘛就是诽谤嘛 嗯然后说师父来不了了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说他 我说你看梦来现在法会开了这么多人 然后本来师父是坐在台上的 我一回头指他看师父的时候那个台上的师父就是那个相片了 啊 啊 嗯 嗯 好 谢谢你 这不管怎么样 就是到处到处都会开法会 听得懂吗 嗯 相片就是庄严的 相片就是师父学菩萨学的 这个就是学菩萨学的好啊 对不对啊 嗯 大恩师父 师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我们就算出去读人的话也是要依靠师父才可以啊 好 我读的那几个人第三个人都是看师父的视频啊 好 知道了 好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师父 好 我们一定要我们要依靠你才可以读得到人啊 好 师父 师父会加持 师父法体安康 好 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 我是香港的同修 谢谢谢谢师父 嗯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 每个人都在进步当中 喂你好 喂 你好 呃 师父你好 你弟子跟师父请安 呃 师父我想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同修他们自己的业障 让他们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呃 就是请师父先解一个梦 就是同修梦大一个不信佛的人 然后呢 对方的菩萨掉这 嗯 掉到桌子底下被踩了 对方的坏了 然后同修的没坏 然后呢 呃 他还说 呃 就是他们需要念三百八十遍礼佛 请师父解梦 念三百八十遍礼佛是吧 嗯 对 因为他同修和一个不信佛的人吗 嗯 背了呀 在这背了 嗯 是这个同修 帮这个不信佛的人背了对吗 对对对对 哦 那这个同修是需要念三百八十遍礼佛 对吗师父 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呃还有一个梦 就是同修梦到一座大桥 感恩师父 骗人 不努力不努法 不是骗财就是骗色 哦 我告诉你 下去的话 活在这个人间 鬼魂已经下去受惩罚了 魂已经下去受惩罚了 嗯 哦 那李佛要多少遍师父 一百零八遍 好的 感恩师父 呃 还有一个同修呃 呃他现实生活当中他去放生 他放了九条带黑鱼 可是鱼一下水就快死了 然后鱼老板说是水结冰温度太低所导致的 然后同修就把鱼打捞起来 立刻送回鱼老板那边打养 求关心脱下能够救这些鱼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救活 这些鱼现实中死了 然后同修念了呃 各念了欺骗网生咒 李佛欺骗 然后昨天晚上他梦见他问家人 我的心脏和内脏呢 家人用筷子夹着碗里一片片黑的东西说做菜了 同修很生气 一面想身体取出来的内脏 你们怎么敢吃 他不知道自己身体里还剩下多少 同修现在心里很慌 他不知道是跟昨天放生有关 还是他遇到结了呢 请问师父 遇到结了 呃 不是跟放生有关 对 嗯 哦是哪方面的结呢师父 各方面的结 哦 要当心跟一根前世有关系的 嗯 跟前世 嗯 哦 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师父 好好念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呃 再请问师父 如果梦到要还感情债 请问是给对方念 嗯 请问是要给对方要紧者念小房子 还是给自己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一般是要多少张 一般的小房子要念很多张啊 念很多 一般的来讲起来49张是一个终结 一般的小结是21张 但是呢 终结49张这是起步 有多的来不得了的 几千张都有的 但是起步就是49张 明白了吗 嗯 那就是他他梦到他梦到他要还感情债了 那他是给对方的要紧者 就是对方名字的要紧者呢 还是写自己名字化解冤结的 两边都要念 嗯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嗯 嗯 那个 嗯 师傅再等一下 就是有个师兄长问就是他经常刷碗的时候 太滑了 然后没有抓住碗 呃 掉在水池子里碗会磕一个口 但是碗 碗没有碎 请问师傅这样的碗还能继续使用吗 嗯 如果破了就不要使用了呀 不好的呀 就是破一点也不要用了对吧 不要用了因为碗没多少钱 过去有一句话叫破碗破摔 你去看哪有一个富人会吃破的碗呢 只有穷人吃破的碗 嗯 所以越吃越穷呀 对 他们很多人都不懂的 嗯 碗的话你想想看你一个高贵的饭店里面为什么生意这么好啊 你看这种穷饭店里面碗都不肯换的 这是这个碗已经像像那个像像锯子了 他都不舍得换 你说他能他能赚钱吗 这个不懂的 那是一种气场啊 嗯 好了 好的师傅 感恩师傅此备开始 呃就是还有师傅就是有佛有 他把微信头像都换成了就是有佛佛这个字的这个头像 这种可以吗 用佛的佛这个字 佛的字是吧 佛的字还可以 对 如果用用那个那个头像就不可以 嗯 哦 好的感恩师傅 嗯 还有就是 嗯 如果用佛的话你就不能写一点点乱七八糟东西 嗯 你要是这种不好的东西出来的话 胡法神会惩罚的 嗯 嗯 好了 感恩师傅此备开始 呃 还有一个提师傅姐梦就是有同修梦见他给自己做了两个黄灿灿的大坟墓 做好了之后他就回家了到家之后听到有个小孩在床上哭 然后他就给孩子吃奶 吃好奶之后给孩子穿好衣服 就带他出去玩了 请问师傅同修他给自己做了两个大坟墓 是不是有两个大姐啊 他今年虚岁是四十九 是啊 大姐们死了呀 就是啊 两个大姐呀 讲都不要讲的 百分之一百的 哦 那这里面因为梦梦有孩子 这个吃奶的孩子是不是他有打开的孩子要超度呢 就是鬼婴呀 这还不懂啊 鬼婴 婴儿呀 鬼的婴儿呀 哦 鬼婴 哦好 知道了师傅 感恩师傅此备开始 呃 嗯 说了 嗯 就是呃 同修的限制中的问题是师傅 同修的老公在外面有了第三者 同修很着急 想赶紧念经把老公给念回来 他就找一个熟悉的同修请教 那个同修跟他说 让他给第三者念 四十七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化解他和第三者的恶缘 嗯 求菩萨保佑那个你的不要缠他老公 他就让他同修建议去做了 呃 呃 结果他这样烧了一波七张的小房子 他就不舒服了 他就想不通了 也没及时念经了 呃 请问师傅 他这样做是不是不对的 帮第三者卑业了 他就是帮第三者卑业的呀 像他这种嘛 只有化解他跟老公的冤结 他老公跟那个女的冤结 他去参与干嘛 他一参与他就卑了 嗯 明白吗 哦 那他现在再就是改一下对吧 师傅 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他老公牵这个女的呢 现在去跟这女的好的 跟这女 被这女的牵扯 对不对呀 要还债 嗯 那么他呢 现在他老公在还这个女的时候呢 他为了把他老公拉回来 他就去化解他们两个人冤结 你说这个女的本来来要债的 要这个男的债的 你来插手的话 是不是你身上就不舒服了 嗯 听不懂啊 对 听懂师傅 好了 嗯 感恩师傅 呃 师傅还想问一下就是 三月份搬家好不好 呃 就是 嗯 因为快到清明节了嘛 嗯 可以的 没问题 二十 没问题 二十二号之前吧 三月二十二号之前 二十二号之前 都没问题 嗯 哦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此得开始 呃 还有一个梦境 就是 同修 他穿了一套睡衣在街上走 走着走着睡着的 走着睡着的扣子开了 衣服掉了 嗯 胸部露出来了 嗯 好多人看着他笑 他自己也傻笑 嗯 然后把衣服穿上 嗯 穿成释迦牟尼佛那样了 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呵呵 学伯当中犯邪淫 呵呵 犯邪淫 呵呵 哦 嗯 那要念多少遍礼佛师傅 四十九遍 嗯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嗯 嗯 还有就是同修梦到有七八只乌龟在楼梯口 有几只 有几只下楼梯 有几只上楼梯 同修希望他们往上走 就下楼梯把那几只赶上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了 上上下下说明 还是不平衡啊 心态了 或者做的事情了不够平衡呀 嗯 哦 好的师傅 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同修梦到中方牌的罗师姐送了他很多佛台背景画和山水画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 给他加持啊 罗师姐给他送的山水画嘛 就是等于帮他 也在帮助他呀 跟他说明他跟罗师姐关系 就是上辈子有缘分呀 嗯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即便开始 呃 工人吃的饭盒就扔在他家的二楼 然后他要捡起来扔走 他先生和工人让他别捡说有用 然后工人重新给了他一袋垃圾让他扔下去 他看到是一袋黑豆 呃他想问师傅这个跟他小房子质量有关吗 有啊 有啊当然有关系 嗯 是说质量不好吗 对有一点不好 嗯 哦 很多垃圾 很多垃圾 听不懂 很多垃圾 哦 好的 感恩师傅此备开始 呃 嗯 好的师傅 那我那个没有什么问题了 感恩师傅此备开始